好几名孩童趴在地面熟睡般 看似正常拖婴中心 没想到被爆出惊人内幕 一名离职老师爆料 这家位在左营的拖婴中心 疑似违法超收 将十几名学童放在只有五平大室内 气温高达32度 却没有开冷气的空间 更不顾户外37度 让幼童们赤脚 走在没有防护的地砖上 他们很常有热疹 即便家长反映原方海语 小孩会自己适应环境为由 打发家长 只是聘用失资 也被踢爆 不具有诱保资格 还超过拖婴照护比 一比三或一比四规范 高达一比七 确实很多老师他是黑牌的就对了 对 原来这家幼儿园 早在五六月就已经被社会局 撤除准公托资格 目前是私立拖婴中心 当时17位幼儿也被转脱 若以此计算五平大空间 平均一人只有零点二九四平的空间 社会局表示14号已经展开无预警机查 结果涉及户外活动及未开冷气等项目 将会进行专案辅导 确保幼儿托育权益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